银行业反垄断第一案 百度中信银行合计被罚款100万元 11月20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 百信银行的两名股东 中信银行和百度各被罚款50万元 据悉 福建百度博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与中信银行新社合营企业 违反反垄断法相关规定 基于调查情况和评估结论 决定分别对百度中信银行罚款50万元 该罚单被行业视为银行业反垄断第一案 据了解 上述案件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1条 构成为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评估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市场监管总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48条 第49条做出了 对涉案企业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15年11月 百度与中信银行签订协议 共同设立百信银行 百度与中信银行 分别持股30%几70% 2017年9月5日 百信银行正式设立 2021年8月12日 市场监管总局对百度 中信银行新社合营企业 涉嫌为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 进行立案调查 11月18日 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 反垄断政策持续出台 金融业反垄断也不断加强 此前6月 苏宁消费金融及行营消费金融 也因违反反垄断法被处罚 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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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